放置庫及基金會就設在台坡大樓 現在黨部也打算搬移到這裡 不過現在卻被爆料 未經許可就進行施工 讓相關爭議再加一 接待櫃台和直播設備 都已經搬進台坡 除了有寬敞會議室和辦公空間 還有攝影棚 簡易清裝潢 這是民眾黨部三樓新家相當氣派 不過KP標誌都還沒掛上 已經遭附近民眾投訴名罪 違法施工 我到了周末才施工 那好像很怕被人家知道 平日比較早在施工 其實就是我們這樣去查 其實是沒有查到 相關的設計許可 台北市監管處二十七號一早 緊急派員現場會刊 經查室內裝修系統 在七月二十六掛件申請 但尚未核准施工許可證 我現在台國大樓新家是被爆 沒有裝修許可嗎 那沒有在議宣傳 民眾黨發言人吳宜萱也補充 強調七月二十六有送件 沒有規避審查 配合建管處會刊依法辦理 儘管結果還沒出爐 但若涉及實質裝修行為 建管處將依建築法規定 最高可處三十萬元罰還 必要時可強制拆除 民眾黨違規情勢 可說是多點爆發 今新聞黃宣郭彥廷採訪報導